台海防衛需求予日俱增 海軍拖江級巡防艦 陸續加入前線隊列 而設計系出同源的海巡安平級 造艦同樣加快腳步 均直平 軍用船體構型略做修改用於執法 卻保留了停戰轉換機制 我國尋求的是增加不對稱作戰 以小博大可用之兵 類似做法之於中共 卻是讓第二海軍規模整體膨脹 目前應該是把052D的飛彈 垂直飛彈發射架這邊做一些拆除 然後讓這種相同的船體 相同的模組 來打造海警的一個艦隊 模組化的生產 同樣的一樣的船場 它可以去維修海軍的船 也可以去維修海警的船 所以它在這一個人員跟後勤上面 都可以做到一個統一保譜的作用 中午大陸微博 上海江南造船廠的空照圖 持續被更新 建造中的新船體和解放軍 7000噸的052D飛彈驅逐艦 整體大小跟構型十分相似 空間布局上 卻明顯少了飛彈發射裝置 准軍艦規格的新款海警船 揣測四起 原來1000噸以下的 大概基本上 我覺得它數量已經差不多夠 它現在開始做的大概是1000噸以上 所以你會發現 中共在過去 大概這一兩年 就把原來金的056 大概差不多2000噸 22條船組織給它 那4000噸基本上 它就是造成5次A的版本 它其他型號就是叫818型 海警是052D版的海警 它也會在做 而且它數量 我覺得至少在10燒到20燒以上 那另外1萬噸的 我覺得它也都會在做 因為有所需求 所以打造 美軍推移海軍上校 舒斯特日前公開指出 中共大型海警船 一旦成為造舰趨勢 反映的是行動範圍 將常態性 向第一島鏈之外擴張 你說實際在太平洋 或第一島鏈 要有這些海軍實際上面的 一個衝突或作戰 相對來說機率不一定很高 但是在海警上面的衝撞 水柱 或者是甚至是我們可以看到 一些冷兵器的運用 這個情形是存在的 編列一些其他的預算 列到海警上面 一樣可以做到 保育他們海疆的一些作用 中共目前來講 它指法來的 它不是單線指法 它大概出去都是一個編隊 大概都是4條船或5條船 這樣子去 在更大的船隊規模 和持續補強的海警法雙重支撐下 不只日非等國倍感威脅 我國今年從京夏水域執法意外 引發了一連串爭端 衍生到國際漁船遭到扣押 漁波是否隨著兩岸僵局 和多樣化準軍事手段難以平息 因為就我們知道2018年 中國海警已經歸武警管轄 那武警是歸中央軍委會 所以換句話說 它的海上執法部隊 基本上是一條邊的指揮鏈 所以它這兩個優勢 基本上就可以蓋過 我們的海上執法部隊的 這個能量跟強度 包含北京本身都不願意 讓這個事態繼續升高 對 那它只是在測試你的反應 跟你的準備而已 對 所以它的優勢就是它的量體大 它的主要目的還是用這種低強度 就是介於戰爭和和平之間的 會去行動 然後目的就是要改變現狀 然後否定掉你的管轄權 從治權著手抹消主權定義 當中共海上執法能量 和軍力同步擴張 溫水煮青蛙的威脅 不如服飾 體育別新聞 高澤耀 羅世鵬 張志銘 約日粉 看不到 想看最完整的新聞內容 記得下載TVBS新聞網APP